据路透社贝尔格莱德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器旗15日说 塞尔维亚政府将要求北约维和部队指挥官 允许其向科索沃派遣 多达1000名警察和军人 报道称这是塞尔维亚首次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 提出在科索沃部署军队的要求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 如果驻科索沃的北约部队指挥官批准 那么塞尔维亚可以向科索沃东正教宗教场所 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和边境口岸 部署1000名军事警察和海关人员 无器其说政府将要求派数百名 不超过1000名军人和警察 他还说他们15日晚将以邮件形式发出要求 并于16日在边境过境处 向北约科索沃和平实施部队指挥官 递交这一要求 无器其说我预计不会得到肯定的答复 报道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 是因为科索沃当局和北部地区塞尔维亚人之间 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 据报道2008年 科索沃在西方支持下 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 塞尔维亚始终坚持对科索沃的主权 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 但要完成加入欧盟的进程 他就必须解决与科索沃的问题 科索沃15日提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科索沃